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箱出售 而且还有某些人士参与其中 但部长强调 涉及者不要以为会被放过 阿努阿穆沙奉劝滥用补贴石油的人停手 否则要是补贴石油流入邻国的披露持续发生 政府不排除重组供应体制 并且采取其他的严厉举措 他表示 重组供应体制可能会影响到某些人士的商业利益 但是应该优先以人民为考量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早前声称 当初在组织国盟政府的协议当中 完全没有谈到委任副首相事宜 但是国盟主席孟友丁今天给出了不同的说辞 孟友丁强调 国盟和首相之间 关于副首相的协议的确存在 而且起操者还是一党的总秘书达吉尤丁 所有国盟的最高领导都知晓 他认为哈迪或许可以和达吉尤丁确认 孟友丁也透露 本身是在图团党的总秘书喊杀见证之下签署协议 而首相则是在武统部长安努亚穆沙见证之下签署 现场还有很多人出席 另外针对哈迪制一党在来际大选 考虑使用非国盟和非一党的新标志上阵 孟友丁表示 国盟最高理事会两周前提出要对国盟标志做出修改 这意味着接下来国盟或会有一个经过修改的标志 行动党的国会领袖尼克敏今天在某个人民论坛上直指 国内犯罪率上升趋势已经开始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 同时喊话首相必须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针对国内治安败坏对症下药 根据世界人口综数2022年的数据 大马每10万人当中有57.29宗罪案 让五国在100多个国家当中排名第29 撇除辽国 大马在东盟国家当中排名第一 尼克敏拿马来西亚的犯罪率和其他国家做比较 指我国甚至输给非洲的乌干达和索马利 是近年来情况最糟糕的一次 他强调内政部总检察署警察部队和整个庞大臃肿的内阁 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整顿 而为了打击贪腐和提升警察部队的专业操守 成立警队独立行为部检调查委员会IPCMC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 我们来换个焦点 冠病正在不断进化和传播 印度近日检测到具超强传染性的Omicron新亚变种BA-275 引起科学家的担忧 因为它不只是在印度肆虐 而且出现在澳洲、德国、英美等多个国家 目前还不清楚BA-275的传染性是否高于BA-5 不过专家强调 疫苗和加强针还是对抗冠病重症的最佳防疫措施 至于大马部分 迄今未有BA-275感染病例 但要留意的是 我国第27个流行病血州和情义州相比 每10万人当中前往政府医院的患者人数增加15%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虽然户外不强制佩戴口罩 但民众受处在人潮拥挤的地方佩戴口罩 以保护高风险群体免受冠病感染 国航宣布将作为贷款和储蓄基准的隔夜政策利率OPR 提高25个基点到2.25%之后 有经营学者指出 M40中等收入家庭群体受到最大的冲击 敦阿多拉萨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巴祖亚巴达 向马来西亚前风报指出 拥有房屋贷款的M40群体 他们所承担的利息 将随着商品价格和当前生活成本的上涨 而立刻增加 假设融资50万令吉贷款 每25个基点将使贷款增加大约120令吉 而如果按照预期增加高达3% 他们的每月付款将比现在多出500令吉以上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感谢观看